西方的媒体上来说是无可非议 那么特朗普他个人的价值观 这个我们也无法去改变 或者去塑造他个人的价值观 从狭义上来说也无可非议 但关键问题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双方在目前这种所谓的 我们称之为对峙的过程当中 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 特朗普其实我认为他到现在为止 虽然我对于他在处理中美关系上的一些举措 过去十个月我还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好的评价 但我认为他在价值观上 他在治国的理念上 尤其治理美国这么一个 慢慢开始有点衰败 但是依然还在全球很强 同时他又有硬实力又有软实力的这么一个国家 其实他还没有完全完成他的转型 他还没有完全完成从原来一个商人 到一个总统的转型 商人你可以 你可以完全有自己的价值观 跟这个国家的价值观不吻合 只要你不触犯国家的法律就可以了 当你当了一个总统的时候 虽然你不认 或者虽然原来你的价值观 跟现在国家价值观有点不同 但你还要认同这个国家价值观 而且你捍卫着国家的价值观 你要在很多地方要维护这个国家的价值观 那么恰恰在这些问题上 他跟现在包括CNN纽约时报 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 都形成了一种严重的抗衡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 每当这个主流媒体发出一些 对他的一些所谓的不公的话 他就会反击 那么所以现在这个事 从原来的一些价值观上的分歧 原来的从价值观 到双方的行为处事 以至于到现在双方都有一点情绪化 那边也很情绪化 CNN纽约今天下午 我看在网站上说 The journalist fired back 他们马上把火可以烧回去等等 这个也是CNN自己把自己当作一个新闻来做 当作一个新闻来做 然后其中的这个报道的这个言论 也是火药未十足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就是首先从第一个层面上 第一个层面上是特朗普还没有完成他的转型 这个他还没有真正的能够认识到 美国这个你现在领导的这个国家 他过去几十年的所谓的核心价值观到底什么 不管你认同不认同 那你假如说不认同 你可不当这个总统啊 你既然当了这个总统 你就要遵守他的宪法 遵守他所有的 认同他所有的价值观 并为之而进行了捍卫 那么那边的这个记者们呢 尤其那些自由派 大部分的自由派的媒体的记者们呢 好像到目前为止 也不愿意去适应这个总统 那么幸亏美国还有这么一个氛围 所以双方就干起来 干起来干了我说 到了现在情趣场上的一个问题 任何事情一到了情趣场上 就脱离了原来他的问题的核心层面 那就走火入魔了 那就慌腔怪掉 慌腔走板就出现了 我想这是第一层面的问题 第二层面呢 就是其实这个希望美国总统 特朗普能够尽快的完成他的转型 希望在这个两双方面的这个问题上 不再有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问题是现在从美国的 所谓的主流媒体 就包括什么纽约时报 这两个是最主要的嘛 特朗普上台之后的 大概第二还是第三个星期 就到了纽约时报的总部 然后他又用美式的幽默说 他说看你们的报纸 我要少活20年 就很不高兴嘛 但因为美国的目前这种新闻的 所谓的新闻自由 他也无可奈何 但我想说的是 从美国绝大部分 以自由主义为基准的 这些媒体们来说的 媒体的这个新闻工作人员来说 好像目前 因为我是差不多每天都看 他们的报道和评论 好像也没有从深刻的意义上来反思 反思什么呢 为什么特朗普会上台 因为现在你看 我上期在我的公报上 半开玩笑发了一篇文章 结果后来还没发出去 因为可能这个标题 有点稍微的敏感 我说特朗普美国人民的好总统 后来我换了一个标题 叫为什么应该喜欢特朗普 其实我说 就我本人 无论是价值观 还做派上而言 我也很不能同特朗普的 很多价值观和做派 但是我觉得 其实我是正话反说了 我说特朗普之所以上台 他一定是美国过去40年 尤其是过去20年 里面的生存结构上出了问题 由于他的贫富不均 由于他的中产阶级萎缩等等 各方面 所以导致老百姓对政治的一种不信任等等 所以才导致特朗普这么一个我称之为大忽悠的人 才上台 所以就像我们说 天下雨了 你滑倒了 你不可能说老天为什么下雨 你要去怪你自己为什么不小心 对吧以后你的鞋子要 要能够防华雨伞等等各方面防务措施要做好 所以现在 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已经上台 当选已经一年多了 就任也行将一年了 2017年到2018年1月20号他将来一年了 我看从现在美国内部还是依然在分 分化这两派还是多派 有一些主流的 无论是学界 政界还是知识界 包括外交界一些人士 还是对特朗普充满怨气 充满的这种 毁涉之情 我们国家怎么出来这么一个总统 其实假如说你 美国不跨越这一步的话 其实很快就过去了 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你说特朗普假如说他2020年不得连任的话 还有三年他就下去了 下去以后如果这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就导致特朗普上台的那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的话 那以后可能就美国人就会 戳脱了这个四年的岁月 所以我觉得其实 CNN也好 纽约时报这些所谓主流媒体 情绪化的反击 看上去很爽 但其实我倒是更希望能够看到美国主流媒体的记者 那些也是 富有学院 富有学养的保读之士嘛 能够更加深刻的来思考一下 为什么会出特朗普这么一个 他们不认同的人 至于他的某些 做派啊什么 那是所谓特朗普能不能转型的问题 刚才我说 属于第1个范畴的问题 我们不要把第1个范畴跟第2个范畴 相混淆 现在变成第1个范畴 特朗普没有完成从一个上任到总统的转型 于是做出很多让人觉得匪夷所事的起 于是那边也很情绪化 然后就始终停留在表层 互相在 互相在打压 互相在怼 对不对 我们说怒怼 但是下面导致特朗普现象产生的根本的现象 倒反而是忽略了 根本现象是什么呢 我觉得以前我们也聊过 就是在过去20年40几年过程当中 出现了许多的技术革命 产生了美国社会的一些变化 对其实我们看到 这个美国的政治的 就是两极分化 就是说 蓝阵营是蓝的阵营 红的阵营是红的阵营 那其实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特朗普代表了是一部分的这个人的一些实际上他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一个价值观 虽然很多人可能认为他并不符合美国自己更多的一个价值观 但美国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特朗普为什么不能够代表 如果不能够代表的话为什么又能够上台 这的确是一个就是您说您觉得到底是为什么会出现 就您自己的反思的话到底是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以及如果 美国的很多这个学界 如你所说如果是这四年不反思的话 是不是接下来还有可能出来比特朗普更加特朗普的人 OK好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非常重要 第一个特朗普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我记得特朗普当时快要当选的时候我就写过一篇文章 我说我们要深刻研究特朗普的思想资源 因为每个人他都有思想资源 听上去很抽象 我们每个人脑子当中都有些价值观 都有些我们的想法 这些想法来自哪呢 有些可能是天生的 有些可能是来自于我们从小的生长环境 我们的地狱 当然我们的原生家庭 当然我们的教育背景 当然还有我们的悟性 还有我们人生的所有的履历 所以这些组成了我们的价值观 就是我称之为思想资源 这些思想资源可以是很极端 可以是很中和 可以是有左有右 另当别论 无可非议 特朗普的价值观是什么呢 记得先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发表了两张照片 一张是特朗普一张是希特勒 把它放在一起 那里面的隐含之意不言而喻嘛 就说这是一个法西斯分子 我们要高度警惕他 但是说实在呢 特朗普的思想资源里面有没有法西斯的成分 我觉得还没有到这个成分 他目前他说让美国更伟大 让美国更伟大有人说是针对中国的 我却不是针对中国 他总是针对美国内政 他就说美国内部的经济有很大的问题 对不对 包括他把TPP取消啊等等 他是从一个纯商人的眼光 纯物经商的眼光来看 美国这样搞是不行的 包括他现在跟中国中美关系 他能够理性务实 中国这次给他 这个2500多亿美元的大单 当然是分很多的年限有很多的期限 其实也是从一个 他叫transaction 上次我跟那个 以前那个美国的助理国务卿 凯佩尔说 他说 他什么都可以交易的 但孤立的看 交易无所 无可非议啊 对不对 那么还有人说他没有大战略 那现在美国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单略 我们是可以讨论的 当然他里面有一些是很保守的成分 这可能是特朗普自己也没意识到的 比如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造一堵墙 然后费用还要让对方来付 但这是不是已经到了反移民 排斥移民 排外等等这些法制程度也还没有到 但确实另一方面呢 特朗普的事件资源里面有 非常保守 跟美国数来200多年建国以来 那种开放 包容 荣辱 这种 当然也有点 傲慢 和做世界警察的这种风格 不太相反 所以呢当开放的东西他身上没有 于是呢那些原来 开放的熔炉的 接纳的 那些美国的精英们呢就觉得感到 不舒服 但与同时他又有另外一面很保守的东西 比如他要 贸易保护主义 反全球化 其他的本意 还是要回到 让美国经济更伟大 I don't care 我无所谓 我经济最好 是一个 完全是一个商人的逻辑 所以从特朗普自己本身来说 他需要提高 但能不能 人到了七十多岁还能不能提高 都已经很难的很难的事情了 但我是希望 还是那个美国的主流的 那些媒体学界 他又有所反思 第二问题就是特朗普为什么会上台 这我记得我们以前在这分析过好多次了 就是主要是过去四十年 三大现象 一个全球化 一个互联网 一个是金融 金融创新 在过去四十年 尤其在过去四十年 过去二十年 就纪念到现在 这个三个现象 尤其造成 美国国内的贫富不均 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所有的市场经济 这个带来的弊端 都首先会在最发达的国家里面 首先显示出来 但不等于说其他市场经济的国家 或者经济不会有这个现象 可能会 之后三年 五年 八年 十年 但早晚也会出来这些现象 只不过美国首先敢知道 贫富不均 这个中产阶级萎缩 所以 你看 这个最近在西方有很多学生研究这个问题 皮凯特 PKT 2013年 出版了这个21世纪资本论 里面研究了 250年 凡是市场经济体 经济体 它都会遇到很多 贫富军险 这些首先在美国 叫 春江 水暖 压仙芝 中国人有 有句股市 在美国手上 首先感知出来 所以呢 这个是 首先是 表面上看 特朗普上台是一个政治问题 这个高度使这个国家分裂 情绪化 其实它背后是一个社会模式 出现的某些偏差 社会模式出现偏差 首先是 再往后退 经济模式出的偏差 经济模式出的偏差 那是什么呢 是科技革命带来的趋势 所以我一直有个观点 最近我一直在说 当科技革命遇到市场经济 这两个东西都是好事 科技革命遇到市场经济 往往是贫富不均 赢家通吃 大规模出来的时候 美国过去20年 深深的感受到了这点 所以才会导致特朗普 这么一个很多人称之为大忽悠的人 所以现在呢 从CNN怒怼 特朗普或者双方怒怼情况来看 还在情绪化的 对怒怼当中 但是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跳出这个怒怼 然后进入到 特朗普是不可能反思的 但CNN们 纽约时报们 那些记者们 应该去 我期待他们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东西 有一些 思辨的东西能够出来 这样的话我觉得 特朗普连任也好 不连任也好 从中美关系角度出发 我希望他连任 从美国对美国健康的角度来说 不希望他连任 希望美国能够更健康 这个其实呢 这个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 当科技革命遇到市场经济的时候呢 是会出现贫富差距的问题 实际上呢 当科技发生革命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面对的呢 不仅仅是一个这个 市场经济 贫富差距的一个问题 更多呢 有时候也会面对一些伦理的问题 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了 特朗普的这个价值观 一个人的价值观的来自于多个方面 特朗普一方面是保守的 另一方面呢 在这个所有的事情上都可以做交易 似乎在经济的这个层面的 又是非常自由的 有些时候 一个国家 一个人 一个社会的伦理 或者是价值观 会特别特别的复杂 我们先出一下广告 稍后回来呢 就会聊一聊科技革命之下的 伦理价值观 欢迎回来新闻近日谈 最近呢 你可能或者也没有可能 关注到这样的一则新闻 就是实际上呢 在意大利有一位科学家 他呢 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呢 一直在研究一个给人类进行换头 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么 他这 这一番研究呢 在欧美呢 引起了很多伦理价值观方面的 讨论 一时激起了千层浪 但是这一位意大利的科学家呢 一直以来呢 和中国的一些科研机构 都有一些合作 那么近期呢 和哈尔滨的一家科研机构呢 就已经进行了在人体死尸上 成功的已经换头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引起了很多伦理方面的讨论 到底什么是对的 怎样才能够定义一个人 成为一个人 到底这个人 是什么样的情况下 才是他 什么样的情况下 不是他 很多时候呢 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哲理问题 但是这个哲理问题 无论多么的复杂 看似多么的玄妙 他呢 其实呢 在科技革命下的今天 已经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所以我们接下来 感觉这个话题呢继续来和邱正海先生来讨论一下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则新闻呢 很多人感觉到呢 好像这个晚上听起来的话 寒毛都要竖起来了 但是这个事实呢 确实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了 就是人类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在技术上能够解决 是换头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 您觉得在今天世界上能够引起怎么样的一些伦理方面的讨论 您觉得是否合适 因为这个事呢 其实从简单的 从狭义的医学上来 它属于气管移植的一部分 对吧 老实说过去我们在心脏肝脏算是比较难了 简单的肾脏等等移植过程当中 我想在移植之前也会产生这样的争议 当你移植到一个别人的肝脏的时候 你还是不是人 你的心脏 移植了一个别人的心脏的时候 你还是不是你原来那个心 你的情感会不会发生变化 你蹦出来的血液 还是不是你的血液 我想都会有 但因为脑袋 这个头是人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一弄以后 会造成躯肝和头部之间的完全的分离 然后换位之后 确实会带来很多的软利问题 对吧 所以我想这个造成的问题尤其大 但坦率来讲 这个头部移植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我小时候 就已经在参考简单上就已经读过了 当时是科幻小说的那一部分 没有 我小时候在我十几岁 对 大概在三十四年之前的时候 在上面已经有一些外国的科学家已经说在动物上面 在羊 在狗 在猫身上做 当时我就想 有一天在动物身上那可以在人身上做吧 所以这科学一定是 会往后发展 所以现在这一步呢是到了 在人的两具男尸上 在人的遗体上做 那么做当然他有血管啊骨头啊 神经啊各种网络啊脊椎啊 所以下一步肯定是到活人身上做 那么到了这一步以后呢 在国际上就产生了许多的 伦理上的一个真理 伦理上的真理我想这里面的内容 不用再重复了吧 就当你这个头跟你的血管换一下以后 这个还是不是你啊 这个哪个才是真正的你 哪个才是 才是 不是真实的 这会产生许多身份上 这个伦理上的一些 混脑 一些困扰 那么所以呢在中国国内也是这样 包括我们的中国外 中国这个卫生部的前副部长 黄杰夫先生 明确表示反对 他说这个一定要禁止 一定要带来很多伦理上 伦理上的一些 一些困惑 那么那位那些 那些做这个头部移植手术的 这个科学团队 一个是意大利 另外是我们国内的一个科学家就说了 说你们不要反对的太早 当有一天 当某一样医学技术能够拯救人类生命的时候 你们也许会觉得这个 技术真的是有用的 当这个话一说的时候 可能反对的人一下子 至少需要想一想 对啊 我们还需不需要拯救人的生命 说到这个的时候呢 其实就提出了我们 我们这个问题 叫科学伦理的问题 科学伦理说实在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 科学主义的问题 科学 是不是万能的 因为现在我们 之所以不能认识宇宙 现在我们之所以不能认识自己 从宏观到微观 我们都还没有完全认识 对不对 所以我们 如果按照科学主义的解释 那我们就 希望 有一天科学能够发展到 完全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疑惑的问题 科学是万能的 是这个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的 所以我们 不惜所有代价 去发展科学 这是纯科学主义的观点 但还有一种呢 就是对科学主义 这个还抱以一定的 神圣的态度的 他们会认为 这个科学不一定能够万能 即便科学万能 科学会带来其他的 我们称之为 异化的副作用 你比如说一个非常明显的 人类在20世纪 到21世纪现在还困扰不觉得 就核问题 当年 当核产生的时候 我们和平利用核能 没有人会反对 但当美术造出核武器的时候 当美术的核武器加起来 都会毁掉人类 20次的时候 于是我们就开始紧张了 于是我们就开始核不扩散了 当核不扩散的时候 我们发现现在已经晚了 现在无论是朝鲜 还是去许多国家 现在我们只能是 拜托上帝 那些拥有核武器的人 不要发动 战争 拜托上帝 核武器 不要流入到恐怖分子的手里 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但如果早年 我们能够有一个顶层设计 不是说反对 人类拥有核 顶层设计 有一些跨政府的一些 叫什么 Intergovernmental 一些协调 全世界统一的协调 就要顶层设计的话 也许我们今天人类的这种 这种无 叫做无工之劳啊 才会少很多 第二个就包括像人工智能 同样是如此 是吧 上次我们在这里说过 我认为这个人工智能 是到底有益于人类 还有有害于人类 就取决于我们是不是打开 人工智能之外意识大门 如果打开意识大门 那以后一切都我们就 人类无法造人工智能的人都无法阻止 人工智能 伤害人类 但是只要我们不打开人工智能 意识大门 人工智能他就 只能永远有助 有益于人类 对吧 但霍金反对这个意见 霍金说 用我们中国话来说 开工没有回头建 你只要迈开这一步 以后就回不来了 所以与其之道 就像当年核一样的 与其之道这样 我们还不如现在不做 其实人 没有核 核能 我们应要有可以有同样的亲戚能源 应该有其他能源 人没有人工智能是不是一定 生活很不方便 他一定会带来方便的同时 一定会带来具体的意义 这是霍金 他们那些包括像马斯克啊等等啊 他们这些大科学家大企业家 现在共同的一些观点 但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 传导桥头自会知 你们现在多虑了 我们到发展到了 人类自然会形成一些的规范 但是我跟你说 这个 核的问题就给我们非常惨痛的教学 发展到这一步 就证明了 霍金今天的远见 开工没有回头见 所以反过来还是那样 反过来还是那样 这个医学上肯定是有无穷无尽的可台所的空间 而且医学本来的使命一定是造福于人类 而不是 加害于人类 也不是让人类感到更加困惑 无论是身份的困惑 还是伦理的混乱 肯定不是吧 肯定不是医学的初衷吧 所以在这么一种情况下 其实这个头部移植 它是一个 不但是一个医学问题 技术上我想不难 早晚 早晚总可以突破这一步 关键从现在开始 人类一个科学家 一个真正的大科学家 同时还必须是一个伦理学家 同时还必须是一个哲学家 只有具备13种身份 他才能够真正的符合一个科学家的身份 但如果说科学家他只是一个科学家 只认为我 那你跟一个普通的技术 跟一个工匠有什么差别 真正的工匠还必须是一个艺术家的 还必须是艺术家的特质的 所以我想提出这么一种思考 我本身并没有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个完全是赞成还是否定的一个结论 那么什么样的这样的科学研究值得就是我们去开工去做 可能会没有回头见 什么样的这样的话 比如说像头部移植有些人认为可能他不值得做 这条界线到底划在哪里 我想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这个到底应该怎样 划这样的界线 其实同样是一个问题 对这个其实就是 我说应该国际社会 尤其是在政府之间 应该有所协调 就是那个英文说 叫Intergovernmental 就跨政府之间的 包括甚至我 大胆的意想 比如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或者联合国卫生组织 他能不能组成一个专家委会 来研讨 来制定这些东西 就是要允许人类在科学上勇于探索 因为不去探索的话 人类就不会进步 对不对 同时人类现在 你看现在是从那个大数据 到移动互联网 到大数据 下一步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下面一步呢 就基因工程了 基因工程就是我们 我经常开玩笑 我们现在最大的 就叫健身 就叫活到基因工程来的那一天 然后我们家 不能实现永生之梦 但至少能够改变我们的基因 能够活得长一点 这是人类的进步 但是 在这过程当中 人类一定要高度注意很多的 带来的副作用 和异化 千万要吸取 和带来的这些教训 其实还有很多了 但人类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 你比如说几十年 二十多年之间 四多年之间 克隆技术 克隆技术后来就是经过一些 跨政府的一些主持 就至少在 没有让他大规模的拓展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界限 还是要予以分清 在哪些界限是可以让科学家们 去 去进行探索的 哪些 是不可以 是不可以进行探索 或者要 缩小他的范围的 尤其在缩小范围当中 需要监管 这个监管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有一些比较尖端科学 你可以拿到传说 因为在这过程当中 你还要 还要 还要防止 有一些尖端的技术 一不小心会流出来 流到不法分子的手里 流到一些恐怖分子的手里 你像倒是 这个像 像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 无论是细菌栈啊 还是这个核武器啊 都是用科学技术来 流到了那些不法分子的手里嘛 对不对 那些 所谓那个 法西分子的手里 所以在这方面是非常的需要 需要这个跨政府的这些协调 那么作为公众来说 作为媒体来说 作为学界来说 应该把这问题提出来 这问题越提的越响 这问题思考的越多 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形成共识 或者大家成熟的程度就会越高 要不然呢 大家要么感到恐惧 要么感到 就一开始就是阻止 而阻止你 想不到你是 你是倒了脏水把孩子也倒出去了 阻止了副效果 但是把人类的科学进步也 也阻止了 所以从这意义上说 其实在科技 因为21世纪是科技高度发展的一个时期 所以在科学科技伦理这个命题 我觉得应该是要 应该提出来越多的人思考越好 好 谢谢邱先生跟我们带来的讨论 的确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幸运的时代 能够见证很多科技跨越式的发展 但是与此同时呢 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很多 更深层次的伦理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以上呢 也就是今天的新闻今日谈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